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FreeMark 上一次课呢,我给大家介绍了FreeMark的概念以及它的使用场景 同时也介绍了FreeMark的作用 本次课呢,我给大家来搭建一个FreeMark的基本应用 那我的开发工具呢,使用的是MyClips 因为在后边咱们的学习里面呢,会涉及到在Web的开发环境下边,如何使用FreeMark 当然,我们当前所见的项目呢,使用一个纯的加碗项目就可以了 所以呢,如果你使用Eclipse,仍然是可以写这种代码 好,那么我们的准备工作呢,包括有开发工具 还有呢,包括FreeMark的官网,我们需要呢打开,从里边下载FreeMark的开源包 那么网址呢,是FreeMark.org 这边呢,有几个下载的菜单,大家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呢,是FreeMark 那么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版本 当然,在这个首页上面呢,也有一些超链接,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那么第二个呢,是可以下载一个中文版的手册 这个是针对的2.3.19这个版本的 好,但是大部分内容当然还是可以参考的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编辑器或者ID的插件 另外呢,还有文件产生工具 以及呢,FTL的酷,这个呢,可以用于FreeMark的模板 那么这些下载呢,我就不去演示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FreeMark的开源包 那么下载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压缩文件 那我们呢,需要使用的当然就是这个FreeMark.价 同时呢,可以看到还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呢,是相关的文档 第二个是Source,也就是原代码 好,那我们现在呢,先建一个加瓦项目 这个加瓦项目呢,我就取名叫FreeMark 这里配置的GRE呢,我们使用 JDK1.8 好,其他的就默认就可以了 切换一下视图 好,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加瓦项目呢 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加文件 加到我们的项目里边 那我这呢,专门建一个Libo 一个空文件夹 将FreeMark.价文件 Copy过来 右键 好,有了这几步操作呢 我们的加瓦项目里边呢,就可以使用FreeMark 换句话来说呢,FreeMark 它就是这么去安装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写一段加瓦代码 以及呢,准备一个模板文件 让加瓦代码呢,能够将数据和模板文件 合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静态页面 当然这个输出呢,不仅仅是一个静态页面 也可以是其他的格式 包括纯文本 包括X-2 甚至呢,还能产生 加瓦的原代码 好,这都是FreeMark的一些应用 那现在呢,我们就使用一个普通的页面 来演示一下FreeMark的基本使用 首先呢,我们先准备一个模板文件 好,这个模板文件呢 我就放在SRC里边 我专门建一个文件夹 叫FTL 然后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可以先建一个文件 由于这个文件呢 它是一个模板 那我们呢,使用的后缀呢 就可以使用FreeMark推荐的FTL 比如说,这是我的一个基础的例子 好,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写相应的html标签了 那么如果我们这么写呢 它不会有任何的提示 所以呢,对于这个地方 在我们开发里边 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呢 就是先通过一些html编辑器呢 产生一个标准的html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些提示 一些语法高量 然后呢,我们将该改成 FreeMark标签的地方呢 给它改掉 最后呢,给它拿到 项目里边呢 改一下后缀 变成一个FTL 第二种做法呢 我们就是装一个插件 让Eclipse或者呢 MyClips能够支持 FreeMark某版文件的编辑 特别是对于语法高量的支持 好,那么现在呢 我并没有按这两种方式来做 我呢,就直接先写一个 比较简单的html 接着呢,接着呢 我们来写一个head标签 还有呢 body 好,在head里边呢 我们简单的写一个titer 中间呢 我们写上一句 我的frameMark页面 玻璃里边呢 我们暂时先空起来 我们等会呢再来看一下 frameMark模板里边 该怎么样使用一些语法 来得到一些动态的数据 那么现在呢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基本的html 我们也可以考虑使用html5的这种写法 将字符集指定一下 免得后边呢 我们出现乱码 好,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页面就写好了 虽然我们把它当成了一个模板 但是呢 还没有任何的语法能够支持获取 动态数据 接下来我们呢 准备写加尾代码 我们先来把包准备好 这是我的第一个例子 再一个主方法 好,在这一个主方法里 里边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frameMark提供的API 把数据准备好 接着呢 还需要把数据跟刚才我们写好的模板文件 关联上 这样的话就能由模板文件和数据的一起来产生一个新的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该怎么写 首先呢 在这一个例子里边呢 我们要使用到两个非常核心的类 一个叫configuration 这个主要是来读取模板文件的 第二个例子呢 叫template 表示模板 那我们先来看 如何通过configuration来读取 模板文件 最终呢 产生一个模板 cfg等于new一个configuration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示 对于默认的无产构造方法呢 前面有一个斜线 表示呢 不推荐的 那我们呢 可以使用第二个构造方法 穿一个version 那么穿一个版本进去呢 就可以了 这个版本呢 我们可以使用configuration 点 有一个version 我们现在用的版本是 最新的 2.3.22 好 通过这个构造方法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configuration的实力 接下来我们调用它的一个方法 set directory for template loading 那么这里就是指定一下模板文件的目录 由于这个模板呢 我是放在src的目录ftl里边 所以呢 我们直接使用 srcftl 当然呢 当然呢 你也可以将ftl呢 放在src之外 和它并列起来 那么我们在这儿设置路径的时候呢 就只需要出现一个ftl 就可以了 接着呢 这个字符串呢 只是表示一个路径 那我们呢 那我们得把它放在一个new file里边 接着我们再来将 异常处理一下 好 通过这一句话呢 我们就能够让 framemark从这个目录下边呢 获取到模板文件 接着我们得到一个template gettemplate 那么这儿就传一个 模板的名称过来 比如说 我这儿叫做 basic.ftl 那通过这么几句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模板 这里仍然有一个异常 那我们呢 简单一点 我们都放在trile块里边 那么有了模板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数据了 那么数据呢 我可以在前面准备好 好 这个数据 我们使用一个map呢 就可以将数据的封装好 这就是我的数据 接着我就给它put一下 比如说 我这儿叫yousername 这个值呢 老谈 接着数据呢 我现在是放在 map里边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framemark来说呢 它是支持这种数据结构的 那么对于后边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结构 我们还会在后边给大家介绍 那么由于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大家先按照我的方式呢 将framemark运行起来再说 那么有了数据 有了模板 那我们下一步呢 就比较关键了 下一步我们就要将 一个产生的文件设置好 我们的模板有了 数据有了 我们想产生为怎么样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用一个write 使用filewrite 这边我就用一个newfile 在这个newfile的构造方法里边呢 我们就指定 我们需要产生的文件 比如说 我就叫base.html 好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路径呢 我们需要注意 这个文件呢 它会产生在项目framemark的根目录下面 好 等会呢 我们如果产生完了 没有出错的话呢 我们刷新一下项目本身的根目录 那么就能看到这样一个文件 接着最后一步 我们就使用了模板.process process里边呢 注意看有两参数 一个叫做object data model 数据模型 那么刚才我提到 这种所谓的hash map呢 它是一种数据结构 它里边的元素呢 都是一个建制队 对于filemark来说 这样的结构呢 有一个专门的说法 叫数据模型 这也是我们后续的一个 比较重点的知识点 那么第二个参数 当然就是我们准备好的输出 最后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write点 Flash将里边的数据呢 从缓冲里边清空 好 这里呢 还有一个异常 是template 一个shipping 我们简单一点 直接处理 所有的异常就可以了 好 那么通过这一段的编写呢 我们讲法代码呢 做的事情呢 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它要做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要准备数据 第二件事情 它需要的获得模板 第三件事情 需要呢 通过process方法 将模板和数据呢 一起来产生 一个静态页面 那么这个静态页面呢 它是动态产生的 数据呢 当然也是动态产生的 比如说 我这样有个user name 那我就需要把它放在呢 模板文件里面 这次我们就很清楚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使用一个framemark的语法 这个语法呢 我们如果是了解JSP的 应该呢 不陌生 它就是跟JSP里面的 一而表达式呢 语法是一模一样的 使用一个多了符号 使用大括号呢 将一个表达式放进去 那么由于使用了framemark 那么在framemark解析这一段的时候呢 它就会将数据模型里边的 user name的值 给放到网页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来测试的时候呢 应该能够产生一个base.html 并且内容呢 一定是我们给定的数据 好 我们呢 来测一下 好 我们呢 把concert给找出来 这里没有出现任何的错误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呢 这个base.html呢 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双击一下 通过myclips提供的浏览器呢 帮我们打开 而且呢 也能看到相应的页面元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呢 效果就是这样的 那么从这个例子来看呢 我们已经体会到了framemark 能够帮我们做什么事情 同时呢 我们也注意到 对于使用framemark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模板文件 这个模板文件呢 大部分的元素都是属于html标签 当然也可以包括css和脚本 那么里边的一些数据呢 就是动态产生的 所以对于使用framemark 第二个 我们就需要提供相应的数据 在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数据模型 好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第一个framemark的例子 但呢 可以在不了解细节的情况下边呢 将这一个例子呢 运行起来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